接着我们来关注以哈战火的局势 由美国埃及和卡塔尔推进的加沙停火协议 自上个星期提出之后 虽然哈马斯表示会积极考虑提案 但是美国国务院3号就表示 哈马斯至今依然没有对停火协议 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另外虽然以色列认为这份协议存在缺陷 但是美国有信心以色列肯定会接受方案 不过就在停火协议还没有达至共识之前 以色列就确认再有4名人质在加沙赏民 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在上个星期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呼吁哈马斯和以色列 根据美国提出的以哈三阶段停火协议 为这场旷日米酒的战争画上据点 不过哈马斯在之后 仅仅表示会积极考虑这份提议 态度模棱两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 有关协议已经在上个星期四提交给哈马斯 但截至目前美方都还没收到哈马斯的回应 同时哈马斯也没有明确表态接受与否 以色列方面虽然认为这份协议存在缺陷 依然需要加以修改 但米勒相信以方肯定会同意提案 同时米勒也表示 无休止继续战争并不会让以色列变得更加安全 反倒加剧以色列在北部地区 约旦和西岸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持续受到伊朗的敌对行动 只是米勒点出美国非常同意以色列的观点 那就是哈马斯不能继续统治加沙地带 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星期一也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 能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决议 支持拜登提出的停火协议 而在美国纽约 目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家属 也举行了一场跨宗教活动 他们当中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 主要是希望借由宗教信仰的力量 呼吁大家结束仇恨 我们可以联系上的质疑 我认为这些人很远 明显的世界周围 在以色列上和外面 会想要含这些质疑从各方面 我可以认为这些质疑的答案 我可以认为这些质疑的答案 在这些时候,在我身体的大疗疑 也不认为这些质疑是否还未来 我可以认为这些质疑的答案 根据以色列统计去年10月7号被绑架的250多人当中 大约有120人依然留在加沙 以色列已经宣布这当中有许多人死亡 以色列军方3号也确认人质当中再有4人死亡 这4人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和尤尼斯的军事行动中丧命 他们的年龄介于51到85岁 都是在加沙附近的以色列集体社区被哈马斯带走